这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故事 发生在去年的五月份 成都的新近网红打卡电影《猛追弯》 这里有我喜欢的咖啡书店各种有趣的设计 我原本以为来这里是淘一些小朋友圈的宝藏 没想到却看到了生活无常的真相 在猛追弯的一个小角落里 我遇到了这位一脉鞋底为生的奶奶 在上下穿行的年轻人眼里 她只是这里不起眼的沧海遗宿 在维护街道秩序的城管眼里 她原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而对于奶奶来说 卖鞋底是80岁的她唯一的收入来源 我们是买到晚上的 在这一天之后 那都是黑暗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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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点点都走了的话 你怕吧点点都走了 但这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跟她一起摆摊躺生活的小贩眼中 奶奶是个可怜的人 这个公司你卖把牙的 20岁你卖了 那个没出海的卖了 天天的在那 我20岁了 没有人家的房子 没房子的呀 他人 他人家的不高兴 他的儿子结了十五号了 小小小小你今天真的没出事了 小小小小小 没房子结了 太穷了 哎呀 儿子也不少 还有比方要生完只做书呢 啊 孙女呢 对啊 以为过很快 然后再说 那时候老年人不打牌 没得钱钱有的嘛 还近多点有的嘛 自己要吃点八八瓶瓶嘛 做个报庭的话拿得出事 嗯 整人都要到老年八十几了也是精感 对啊 对啊 这些八十几了得了病 别人得病好嘛 明天祖国路都得病好 对于奶奶的孙子来说 奶奶是供她上学 与她相依为命的人 而对于我来说 奶奶是把我从浮花虚幻的 打卡世界 拉回现实的人 那个是把我从那里 哈 她看这个是一种 但是她是个五个 她的是什么 你自己在那里 六个 这个 这种小子 那都是四三 这都是四三 已经在那 这个是不钱的 是不钱的 不股吗 这个都买了嘛 我们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只能用一杯喝咖啡的钱 向奶奶买了点放鞋垫 留下的终究只有那个独自面对生活的 百发苍苍的自己 不管是以前做导演还是现在做up 其实在我的镜头里面都经常会遇到这种 你不忍自私 但又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些人间真实 那个时候我就总想给20年前的自己写上一封信 我想说小心啊 你不要整天就把时间浪费到一些没用的事情上面 比如说好好的上课 不要去想中午食堂里面有没有鱼香肉丝 不要一回到家不做作业就去追剧 然后看剧里面的小哥哥小姐姐好上了没有 或者是时不时的就想坐个飞机到哪里 去给自己的idol应个圆 你就好好的读书 或许你可以考上一所更好的大学 你可以认识一帮资源更丰富的同学 这样子到了现在你就不用去担心说 那现在一事无成的自己多么的没用 然后到了老了以后老无所一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别人的故事 心里真正焦虑的是那个可能会面临同样遭遇的自己 当我们发现这种焦虑了以后 有时候无法缓解的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 我们自己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去操控那种无力感 实际上才是我们真正担心的事情 那这个问题在我去年九月份我到了自贡 遇到了徐伯伯以后 我觉得在他的身上我或许得到了一点点启发 这个故事下条视频给你们讲